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老师会给科学的功课 会有一张卡 和一个Termometer 首先它会写第一个 它写Classroom 课室 课室的你们就不要做了 你们要来学校 我们就做My bedroom 我的睡房 你可以写你睡房间几号 比如说今天是11月20号 你写了那天是几号 你就写那天的日期 然后Time时间 如果是这个功课 是早上9点做的 那你就写 看你是几点开始做 温度Temperature 那你就用这一个 拿去你的睡房 一下子大概5分钟 等到这个红色的线 停到哪里 看在这边对不对 那我就算25 26 27 28 所以现在这个房间呢 是28度 你就写28 Degrees Celsius 一个圆圆一个C OK 好 这个校门的门廊 你们也不用做 客室的你们也不用做 因为你们没有在学校 所以另外一个呢 是阳光下的露天场地 你们可以去你们的花园做 相同的 这个是几号做 如果是 你可能这一天你已经做了一个 你明天才要做这个阳光下的露天场地 你就写21号 11耶 然后呢 可能你是比较迟才行 你就写10点30分 然后相同的 然后这个Termometer 去到你们的花园那边 站着太阳底下 然后看它是几度 然后你就写在这里 OK 好 这两个空着的呢 是你随性 你要写什么 可能这个你要写 你家的厕所啦 还是厨房啦 都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你要写 画园都可以 所以这两个是你自己喜欢 写哪里都可以 所以是Glassroom 还有这个SchoolPod 这两个你们不要走就可以啦 所以你们做完了过后 记得拍张照片 然后发给老师看 然后这里呢 记得写下你们的姓名 OK 拜拜